大家好,我是小丽同学 今天我们来安装一下媒体服务安倍 安倍它提供媒体服务 与它其名的还有Plex和Jetlefin 那本视频我们演示的是安倍 在我们的NAS上面安装好安倍之后 我们可以去添加路径 让它读取指定路径之内的文件 然后去刮销数据 刮销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更好看 数据刮销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网页 或者平板手机电脑的客户端去访问它 然后观看我们需要的视频了 那刚说不演示不直观 我们还是来演示一下 首先看我已经装好的 比如说同样一个视频文件 在本地的话它是这样的样子 是一个文件 然后名字呢是包含了这个视频的一些信息 看起来非常不直观 但是我们在安倍里面添加好之后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是永恒族 现在它是这个样子的 有封面 有名字 有评分 然后时长 分级 年份 然后导演 分类 等等 还有字幕和音频的选择 点击播放 可以看到直接继续播放了 因为我这个是远程访问的 所以刚才点开的时候是稍微慢了一点 看起来是非常美观的 这个就是刮销的目的 除了刮销 媒体服务 它另一个好处是 多端同步 然后是可以转码 转码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如果文件特别大 带宽又不够 就必须要通过转码来 降低码率 说白了 这个服务其实就相当于腾讯视频 或者爱奇艺或者优酷 它们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网页或者客户端去访问 也就相当于是访问优酷的网页 下载优酷的客户端 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它们的客户端是已经 内置好了服务器的地址 我们的话是通过客户端访问的话 要提前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要设置好服务器的地址 可以看到我现在里面是有电视剧 然后纪录片等等 这个都是手动去添加的 我给别人安利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别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哪里的 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已经下载好的 并不是说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想看什么你需要去下载 然后让这个服务器它去读取 然后挂销这里才会出现 你观看的内容都是服务器上已经下载好的 这个是合集 里面包含了这个剧的 这个电影它的 合集它的系列 这个也是插件 通过插件自动生成的 它会自动把 同一系列的电影生成一个合集 好那演示就到这里 我们去安装 在安瑞的应用商店 去搜索安倍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有 大概是前面这五个 两个是官方的 其中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安装的 右边这个是测试版 然后这个是linux severe它的景象 还有一个是bin hex的景象 我常用的就是linux severe的 还有官方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linux severe的 会弹出来让你选择标签 我们选择latest就可以了 是稳定版的 稳定版的最新景象 然后它的地址 你可以去把前面这几个删掉 因为它的这个速度不一定快 删掉的话就是从hubdocker去 拉这个镜像 然后这些都是自定义的配置 后面这些 可以自己去改 网络的话 给你自己需要去改 调节就可以 然后8096是它的默认网页访问端口 8920是它的 https的访问端口 但是一般我们用 NAS去https访问的话 都是通过反贷 用它默认自带的是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一般我们都不需要 所以我是把它给移除掉 然后这两个呢 是这个媒体服务 它需要读取的影视文件的路径 linux severe它喜欢是把它们给分开 但是我一般都是用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只要映射一个 它容器就可以读取到你这些视频的数据了 除非你的电视剧文件和电影文件 它是位于不同的顶级文件夹 这样的话你才需要这种方式 映射两个 一般的话只要电视剧和电影 它所在的文件夹的层级不太高 或者是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那我们只要需要映射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把电视剧这个给删掉 只需要映射一个 因为我们添加文件夹的时候 可以在容器内部去选择 我们给它一个高级的 顶级的目录就行了 比如说我 我的文件夹结构是 所有视频都在这个WD6里面 那我们选WD6就可以了 因为电视剧和电影都在它里面 然后这个呢 是树莓派的相关的一些 应该是显卡的选项 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是X86 删掉 然后这个就是显卡的选项 刚才我们说过 如果视频文件太大 我们又要远程观看 网络就传不过来了 所以就需要CPU去转码 CPU如果没有显卡的话 就是说如果NAS没有独显 而且CPU也没有极显 那这个转码就需要通过CPU 纯软件来运算 这样的话 CPU的占用就会爆红 就会百分百 而且播放也很卡 所以我们一般是需要去 让CPU的极显去 来完成这项工作的 为什么是极显 因为极显它的占用低 功耗也低 如果单纯去用一个独显 来完成这个工作的话 独显的耗电会 比极显大很多 高很多 然后极显的话 英特尔的一般就是这个路径 具体怎么去开独显 这里就不详细来讲解了 可以看到他说是 英特尔的和AMD的 都是在这里的 如果是英伟达的话 是需要另外的配置的 然后我现在主机是已经开了这个极显了 所以就这个路径就是可以了 不用改 后面的这四项都是树莓派相关的显卡 转码解码的选项 我们都给删掉 因为不需要 然后后面的更多的设置 这里面 这个路径呢 是AMD装好之后 它的配置的路径 它里面包含了AMD的配置 里面添加的文件夹 里面的转码 日志 备份 然后图片 刮销的数据 刮销的图片 刮销的人物 等等 还有缓存 都是在这里面存着的 如果AMD不小心 把这个容器给删掉了 只要这个数据还存在 你另外再去装一个 把另外一个新装的配置的路径 也指向这里 那装起来之后 就是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持久化数据保存 然后后面三个是权限的相关选项 如果我们需要root权限的话 我们就把这两个都设为0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进命令行去看一下 idroot 它的uid和gid都是0 如果我们需要让AMD有很高的权限 顶级权限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都设为0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的用户是这个 可以看到它的uid和gid是1000和100 那我们就把这里设成1000和100 但是实际上99和100也无所谓 都是可以用的 后面022也是关全线的 我们就默认就可以 这些都其实不改 都是可以的 因为AMD一般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权限 我们的AMD访问的文件一般都是在共享文件夹里面 所以权限不需要那么高 99100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去应用 它就会去拉起镜像 然后创建容器了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官方的镜像有什么不同 大体应该是差不多的 可能会多几个参数 AMD它除了电视剧 电影等影视文件之外 还可以添加电子书和音乐的文件 音乐的话 因为它的刮销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国内的音乐 用那个刮销器很难刮销到 电子书的话更是比较不好用了 然后音乐的话 我推荐用网易云音乐下载的歌曲 因为网易云音乐它的下载的歌曲 它是比较标准的 一般只有MP3和FLAC无损的这两种格式 并且这两种格式 它都内嵌了原数据 还有封面 直接放在AMD里面就很漂亮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直接放进来就是有封面 有专辑名坐着 所以就比较漂亮 也不需要刮销 如果是用PT下载的专辑 那可能就会比较乱 那这里你们就不展开讲 你们再看一下官方的 点击安装 官方的话 上面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镜像地址有不同 然后端口也是一个网易访问的 一个路径 然后就是 也是全线的相关的几个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路径配置的 转码的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官方的镜像 其实它这个模板 写的并不是很好 前面的名字写的也 也没有那么容易理解 下面也没有注视说明 那我们就还是去安装 官方的镜像 因为我这个机器上面 已经装过一个AMD了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再装的话 它的名字就要 和之前的区别开 端口要区别开 不然就会冲突 容器会创建失败 即使容器创建失败 它也会在容器的界面显示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去 重新创建 你只是要去编辑 然后改一下冲突的地方 就可以了 用Linux Sphere的安装 最新版本 名字我们改一下 改成测试吧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名字应该是只能用字母 中文应该是不行的 然后我这边的网络环境的话 加这个前缀反而速度更慢 我们就把它给删掉 然后如果 暗北刮销 刮销文件不太好的话 我们可以加 指定的host 或者加DNS代理 如果要加的话 可以在路由器里面 加DNS代理 比如说爱快 它可以在里面加DNS代理 或者我们在主机上面加 也可以在这里加 我们看一下它的格式 这个就是我刚才演示的容器 如果要在容器里面加 这个host的话 就是这样的格式 这个是要加的域名 这个是它要指向的地址 这个就是刮销服务器的API地址 好图片的地址 好那我们来配置 8920给它删掉 8096我们 设一个不常用的 待会去演示 23569 好 两个路径的话删掉一个 我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也删掉 树莓派的 后面几个也都给删掉 这个是极显 显卡的地址 后面的话路径也改成test 然后后面这个不需要管 现在直接应用就可以了 直接成功了 因为这个镜像 我应该是以前下过 好的 那我们现在去访问 我们NAS的地址 加上 加上刚才的端口是 23569 已经进来了 它直接让我们登录了 说明我刚才那个 配置五念夹 那个目录是存在的 而且之前里面 已经有过数据了 所以它就认为我是 已经配置过了 就直接登录了 那我们去改一下那个路径 让它重新生成配置 我之前应该是装过一个 ambitest的容器 并且路径也是ambitest 所以它现在就 直接用之前的配置了 我们把它改成 ambitest1 这里改成1 我们看一下test下面的东西 可以看到这之前 已经生成过的配置 那我们改成1 改成1就相当于是 重新安装了 应用 大家安装的时候 不需要改成1 因为我是之前已经装过 我们再去访问 12.1 12.12 23569 加载失败 是没有重新启动成功吗 启动 好 再重新加载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首次安装 它的样子 先选择语言 简体中文 然后用户名密码 我们就设一个 test 下一步 然后它是让你去添加一个媒体库的 我们现在先不添加 因为后面可以添加 直接下一步 语言选择 简体中文 国家选择中国 中国它是放在 放在这里的 并不是在按字母排序的 其他的都是按字母排序的 就是中国是在这里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下一步 然后启用端口映射 打开就行 接受 下一步 完成 好 现在就变成中文了 我们登录 用刚才的用户名 现在是空的 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之前安装的 里面是有东西的 这些文件夹都是 我手动去添加的 如果你不想分这么详细的话 你可以把它都放到 一个文件夹里面 比如说我下面这些 imdb top250的 周星驰的合集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合集 迪士尼蒙床动画合集 吉普利的合集等等 其实都属于电影 你可以把它都放到电影里面去 我是为了区分 所以把它都给分开了 好 我们到这里看一下它的配置 这里是服务器的名字 可以去修改 比如说 unread 这里是重启和关闭 按被每装一个插件 或者更新 都需要重启一下 然后如果已经配置了转码的话 需要在这里面去开启转码 然后后面是有转码的选项的 都给它打勾就可以了 这个是动态限制 开启之后 你在播放视频的时候 它转码速度会是会下降的 这样的话 CPU的利用会 利用率会低一点 更省电一些 然后撕掉映射 一般要开启 如果下载的视频是HDR视频的话 如果不开启 撕掉就会偏灰 开启的话 就会 就颜色就正常了 然后这里就可以去添加用户 设置用户的头像 用户的密码 用户的访问权限等等 AMP是一个收费的软件 如果没有购买的话 它的转码功能是不能用的 当然你可以通过一些 PG手段去使用 然后下面是一些插件 这些我们都不详细介绍了 后面如果有空的话 有需要 我可以去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就添加一个媒体库 来看一下 这是媒体库 然后添加一个新媒体库 假如说是电影 我们选择电影 然后它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 这里显示的名字 我们比如说电影测试 因为我的视频都是刮销过的 所以我这边刮销的选项 其实都可以给它关掉 如果你需要刮销的话 原数据下载语言 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 你选择中文就可以了 国家也选择中国就可以了 然后图像下载语言的话 我建议是用英语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 这个刮销的这个数据 尤其是图片数据 国外做得更好 图片更简洁更漂亮 只不过它的电影名字是英文 中文的话可能分辨率很低 图片很清晰 选择英语 然后原数据下载器是 建议两个都打勾 一般是TMDB就可以了 但是比如说烂翻期的评分 就必须要把这个 TOMDB给打勾 如果不打勾的话 就只有MDB或者TMDB的评分 它是按顺序来的 第一个如果把所有数据 都给刮销过了 第二个就会只去刮销 第一个没有挂销到的 两个都打勾 然后合集信息 这个就是同系列的电影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合集的文件夹 是只是在MDB里面显示的文件夹 对原文件没有影响 最小的合集大小 甚至两个的话 就比如说有一个蜘蛛侠一 和蜘蛛侠二 至少两部 它才会生成一个合集 这个功能之前是一个插件来提供的 后面就整合到MDB里面去了 然后图像获取区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上设置 它获取的图像信息 正常最常见的就是 封面图 缩类图和标识 其他三个 一般是没有地方去显示的 光盘横幅和艺术图 都是需要你手动去显示的 这个其实 这三个没有什么必要 但我有强迫症 我是把所有图片都给刮销下来 然后图片的刮销器的话 也是前两个 是优先 TMDB一般只刮封面和同人画 FineArt会刮销一些很精美的图片 OMDB一般 一般是刮销不到的 然后对于那些没有封面的视频 可以选择这个 它会去读取视频文件 从里面截取一些画面 来当做这个同龄画的图 然后如果选择媒体图像 保存到媒体文件夹中 它就会把生成的图片 刮销到的图片 都保存到媒体的文件夹中 就和你的电影文件 是在一个地方 如果不勾选的话 它就是保存在 M北刚才映射的 那个数据保存的那个目录里面去 提前下载图片的话 比如说 演员图片 你的文件夹一旦添加成功之后 它就会在后台去 把所有的电影的演员图片 一些信息都给下载下来 会比较耗费CPU 但是也只是一段时间 如果不打 不把这个给打勾 那MAM就是 你访问了这个电影 你去点击了这个电影 进入了这个 进入了这个电影的界面 它才会去 顺时地把这个图片去访问 然后下载下来 下载之后也是存放在 M北硬式的那个 配置文件夹里面去的 视频缩略图就是 其实就是之前的这个 其实差不多了 用FMPG去 截取视频的缩略图 字幕的话 可以用这个 这个去获取 但这个里面 可能没那么准确 可以去下一个豆瓣的插件 不对 是迅雷和那个射手的插件 那个下的可能更符合 中国人的这个 字幕的需求 但是一般我下的电影 都是带字幕的 所以这个我一般都是 给取消掉的 这几个选项也都是 字面意思 其实看了都懂 播放的这个意思是 最小恢复播放百分比 就是如果你的视频 播放到了百分之五 之后 你这个视频如果没看完 下次进来的时候 它会显示恢复播放 如果你看的没有 到百分之五 它就会认为你没看过 这个视频 下次播放的时候还是从头开始 然后这个最大恢复播放百分比 也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它是在这个最后面的 不是开头 是最后面 这个选项也是那个意思 我们就不用看了 然后我不需要挂销 所以我把这个都给取消掉 好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添加一个文件夹了 我们刚才是把文件夹 映射到了 映射到哪里呢 我们不清楚 不清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配置 但是看一下我们就知道 它实际上是映射到这里的 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是把这个 movis映射到了 wd6 wd6的avideo下面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 avideo里面的内容 m里面全是电影 我们选择一个 文件数比较少的 看一下 这个吧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原文件 它全是英语 不是很容易读 然后我们确定 让它扫描 确定 确定之后 它就会去扫描这个文件 如果有原数据的话 它就会直接读取 这个扫描很快 说明就是 它直接读取到了 我们就看一下 已经出来了 也生成合集了 这个合集的文件夹 是不会出现的 如果出现的话 就说明你这里面 肯定是有合集的 同系列的电影 看一下 就这些文件 合集里面是有 有一个小叮当的系列 可以看到 它的海报出得晚了一点 说明它是 去刚刚下载的 包含色部 然后这里面 默认是只显示 年份和名字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显示 它的显示方式 比如说缩列图 它就会显示成这样 前提是你这个 已经刮销到了 然后还有比如说 标识 就是它的logo 名字的logo 然后横幅 就是这样的 还有光盘 是这样的 当然前提是 已经刮销到了 你比如说这两个 就没有光盘的 那个图片 它也不是没有刮销到 是这个 这两个电影 它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就没有这个图片 当然数据库里面的图片 也是别人制作的 说明没有人制作 这两个图片 没有的话 它就用这个海报 去代替了 所以我刚才 为什么说 这几个黑不需要刮销 因为它显示起来 并不好看 而且大部分电影 都有海报 但是 这些光盘图 就不一定有 所以我们一般用的 最多的还是海报 就是封面图 然后的默认值 显示标题和年份 可以把下面这几个 都给打勾 它的评分 辣番茄评分 以及评级 都会出来 然后排序 建议是使用 加入日期 按加入日期的话 就是你下载文件的时间来的 你最新下载的 都会排在最前面 发行日期也可以 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电影 它的发行日期 然后分组到合集中的话 这样打勾的话 同系列的电影 只会占用一个位置 比如说小叮当 我们看在哪里 小叮当 小叮当在这里 它就会显示到一个系列 四部电影 只占了一个系列的 一个位置 如果取消的话 它就占用了多个位置 然后我们添加的 刚才添加的时候 是用的这个电影的 选择了电影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其他的媒体库 我们再添加一个 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选择音乐 音乐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结构化 就是你的文件的组织形式 我刚才说 推荐网易云音乐的 因为网易云音乐的默认 就是这种格式 就可以直接完美识别 最主要的是带封面 然后电视节目 就是电视剧 电视剧的话 又有所不同 它是对电视剧 它有一个刮销器 这个TVDB 就是没有TD的话 是很难用的 所以一般都不用 然后电视剧 刮销之后 电视剧还有好多个G 每个G 又是需要一个刮销器 去刮销 然后每个G 又是需要刮销器 去刮销 然后最后 电视剧的图像 还有它的G的图像 还有G的图像 也都是需要去单独设置 然后自动合并 分布在多个文件夹中的电视剧 这个模式是勾选 假如你每个 一部电视剧 它有很多个G 是在不同的文件夹 如果不打勾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电视剧 打勾的话 它就合并为一个电视剧 后面呢 就是跟之前 它是差不多的 那假如说 我们一个文件夹里面 有电影 又有电视 或者说 比如说有的纪录片 它可能只有一集 就是电影那种形式 也可能是有一季 或者多季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混合内容 可以在下面设置 电视剧和电影 单独设置 比如说我这个文件夹 我的这个纪录片的文件夹 它就是包含电视剧和电影的 点进来之后 我们是在文件夹这个选项 然后你可以选择节目 这里面都是电视剧类型的纪录片 右上角就是它的级数 然后这个是电影 它是电影类型的纪录片 同样的 比如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这个 这个是有多集的 这个是单集的 电影形式的 然后添加媒体库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它会实时更新 你在这个媒体库里面 下载了一部新电影 它就会实时的 在这里面显示出来 然后刷新原数据的话 如果你选择覆盖所有原数据 然后刷新 它就会把你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所有电影 重新去刮销一遍它的数据 只刮销它的原数据 比如说评分导演名字这些 如果你想要重新让它刮一遍 海报这些图片的话 就要把这个给打勾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搜索缺少的原数据 如果第一遍你是只打勾了TMDB 它没有烂番茄的评分 那在第二遍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勾不要打 然后选择搜索缺少原数据 并且把那个配置里面 把OMDB给打上 然后刷新 它就会有烂番茄的数据 然后重面名就是这个电影词事的名字 扫描的话 就是你手动去更新 因为它有时候自动更新的话 可能会有延时 你可以手动上报一下 它就会检测到里面新增的一些文件 新增的电影 高级里面的话 这个原数据路径 它默认是在我们配置的那个路径里面的 但这个原数据随着你 这个影音库它的增加 它是会越来越大的 因为这些海报可能 你是可以去试试它的分辨率的 它如果多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你可以把它指定为其他的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 你最好是把它映射进来 单独给映射 单独一个文件夹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 这个用户可以添加多个 这里可以设置它的权限 是否能下载 是否能转码 是否能转换 还可以设置它的头像等等 如果密码丢了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重置 字幕的话也是可以设置它的显示的 然后主屏幕的这些个顺序 还有很多插件也可以去安装 这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大体呢就是这样 主题也是有好多种的 我们看一个电影 打开再看一个电影 比如说千语千询吧 字幕选择 简中特效 英语 这个预告片也是一个插件提供的 但是它的链接默认是YouTube的 所以你是需要去有梯子点击才能播放 我们现在点击播放 千语度有点差 因为我现在这个网络不是太好 所以它自动侦测到了 就把质量给降到720p一兆 显得高一点 每次切换音频字幕 它就会稍微卡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 显示度就已经高了 好我们返回 那虽然有这么多的设置 其实只要设置转码 然后添加文件夹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网页 以及客户端去访问了 在何时何地 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 或者网页去访问 去播放 客户端可以到官网 或者谷歌商店去下载 但是一般它是需要去付费才能用的 大家如果需要破解的客户端 也可以到我的公众号 小弟同学去获取 那容器的安装的模板 我就不放了 因为我是通过应用商店里面去装的 直接改个参数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提供模板了 那本期安倍的安装介绍 以及简单配置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弟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